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天繼續講一講六月新娘的新角色 緊接昨天三位兩位新角色之後 今天是連放四位新角色的 又分這兩隻講起 妖味的花格龍姬 和誓言花格的Gaia Gaia大地神 先看看龍姬 龍姬是星七寵來的 星七寵通常要抽的 這一身配一件日式結婚裝 白毛扣裝 日式婚禮 角色方面4SB 1 2 3 30C十字兼 雙十字兼貫通 OK 30C雙十字兼貫通 火力夠高 沒有防禦是差一點 兼有邪魔耐性 不錯 然後暗光雙色 近來是一個比較主流的顏色 7CD技妖美姬的神前色 日本結婚的神前色 一彎之間80%輕減 兼大版面 OK 功率性不錯 7CD偏長一點 隊長技 成為我的俘虜吧 OK 無所謂 脫脫脫成為你的俘虜日點 快點修復我吧 麻煩龍姬 隊長技是暗光半減 25倍攻 500萬追 神奧魔2.2倍血 4.4倍坦度 500萬追 單看覺醒方面 兼神屬性 惡魔屬性 綁定方面 似乎跟剛剛新的參戰角色 魯西法天使可以搭 魯西法都是神奧魔綁定的 所以系列是對的 加上那隻五師加算 這位500萬追 兩邊開一搭 但隊長性能味道很高 真的有點不上不下不夠喉 看回武裝先 這個戒指 覺醒是防綁加血7C兼手指 1顆7CD技輕減 但版面 近次意義 味道很厲害 然後下面的花格加亞呢 嘩 這張圖跟偏的畫風就不太合 應該是跟加亞原本的原版 個人認為是有點違和感 加亞好像沒那麼大燈 沒那麼妖艷 這個花格版本是非常妖艷 跟偏的一貫畫風不太合 成熟一點的 覺醒方面是 3個SB披士 6SB 兼3實施披士 橫牌3飛兼貫通 6星重 然後6CD技是 輕減3回合全解技 覺醒綁定 少主無效全解兼3回合 能性不錯 沒有輕減的角色編成是對的 隊長技世界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木屬性的HP兼攻擊力加4倍 8倍攻 隊長是廢的 用回隊員用 看回橫牌兼7C兼貫通這個玩法 進回學員的GS目前隊應該都可以的 OK 而武裝方面是防綁 木光霜 色珠就加珠 深強發橫牌 技能跟本體 這把武裝就還好 本體就在技能不錯之下也算實用一點 再來下面第三位 第三位 第三位是這位 桃園的花架 紫龍換屎 紫那 紫龍換屎 這位似乎是可惡妹主來的 先看看吧 OK 紫龍換屎 這個挺正的 我覺得正是旁邊的企鵝 各位看一看 旁邊的企鵝 很可愛 很懷念 今天金屬龍的東西挺正的 雖然這一個 這個燈型就有點奇怪 掉下來的 拿著一杯紅酒喝醉 鮮娜 鮮娜是4SB 30C 光暗 雙色傳銷的玩法 雙色傳銷 令我想起什麼呢? 令我想起基路牙 Hunter基路牙 都是去年 整年的角色 技能分明是一CD技 一CD技 怎樣呢? 一彎時間 版面2x2 即是4格的雲生成 雲兼解鎖 光暗的3-3生成 一CD解鎖 兼6顆生成 很不錯的技 只要暈一點 煩一點 隊長技 從此之後 在我身邊 發誓在我身邊 麻煩 光暗輕減 7倍攻 3次加算 3倍血 對象都還好 這個6星寵 6星寵 我以為是7寵 原來僅此6星寵意義 難怪成績方面是不上不下 武裝方面 這個梳化呢 坐過梳化都可以拿出來賣武裝 三本真是 要不太節省 把圖案的主要版主要版 用過武裝 三本都蠻聰明的 光暗的橫牌箱 2寸 各兩寸 SB枝豆 10CD技 貫通兼上下九餅生成 好 在下面 武裝二方面 光暗全燒 7C 劍龍追加 1CD技能還好 覺醒都一半 6星方面很難期待什麼 最期待什麼呢 是最後一位 OK 各位等9 應該是9等 最後一位 是星9限定寵 每一期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角色 新的9星限定 池海的花架 諾勒澤 海魔女 不要看了 海魔女是怎樣 先看看GIF 先看看動畫 OK 那是純白色的章魚燒 白色章魚都蠻正 個人認為章圖不錯 雖然跟原版差不多 是金法 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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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水屬 雙水屬 雙水屬 雙光屬不見了 好 有個技能是大波波 水波波 不要誤會 有水波波 覺醒方面點 SB 兼LG 4個7C 貫通兩飛 都是火力響 沒有浮油 雖然看起來好像可以浮到 但是浮不到 九星寵 雙水屬 純水都用 3CD技 最大血量 水攻擊力1.5倍 解鎖 水深 5 生成 OK 最大血量的1.5倍 就當是半減 35% 輕減 3隻近乎可以loop 生成量5顆之下 3隻loop就不太高效了 1.5倍buff這麼低之下 是不抵loop的 對章技 這個廣闊的海 好像這個廣闊的海一樣 包到你熟得熟 嘩 多棒啊 這個 章魚play 觸手play 對章技是 固定手指12秒 開技時28倍攻 水深同時擊減500萬追 OK 對章技都不錯 固定手指兼輕減 兼擊減 2500萬追打 感覺上跟之前那隻 MTG的Uruzza都蠻搭的 即是上上其上個月合作 MTG的水魔法師Uruzza都可以一搭 沒記錯那位加算兼加回 今次這個是最打 所以雙性方面是不錯的 畢竟純水隊的選擇不是太多 再不是進回水潛隊 或者是水苗隊都可以的 水木潛隊 即是技能方面跟水木潛的雙性就很適合 覺醒方面是加水屬兼2顆加血 再來貫通手指 12CD技是2彎加算,好技 有加血2倍兼2彎加算,好覺醒好技 而武裝2的戒指 龍兼攻擊KillerL字加手指1顆上色KillerL字3CD技 OK,武裝2就還好 得樹用途平時不會用到 武裝1是不錯 OK 但這位置都是BGM充來的 感覺上是不可以換 而PND目前套路 好 準備PND的話,好多角色就會追加 而這個Event場情明天公開,敬請期待 總括來說,今次發放的公開的2加4 而6隻新角色入面個人最期待當然是粉紅灰珠 花架天啟者,很棒,很期待 加上多色隊,神多色用又可以 在火水光三色之下,火光潛又可以,用法都不錯 而新角色的花勢就不說了,因為是boy 見到boy就不太密 龍姬方面就用回路西法 雖然隊長性能未到很Top,但畢竟都可以搭 而這個Gaiya就比較設時少少 和GX木潛在這個學生會長管教之下應該會用到少少 然後這個只能換是Cina就不知怎樣用 雖然技能不錯,我想入回龍姬隊、路西法隊都有機會用到 當隊員用 然後花架的新九星限定花架水、墨海魔女 在這個覺醒多7C兼L字下,一番水目前不得只在技能方面 覺醒貫通都是一片純粹對向光英偉 和MTG的烏律者8達 或者水苗達可能會好少少,目前不是特別易用 但沒了一不錯,這個閃魔好不錯 OK,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最喜歡影片的,希望給你同意我吧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拜拜